懂什麼叫使館車嗎?懂嗎?懂什麼叫外交貨免權嗎? 蛤?混蛋!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剛剛各位片頭看到的影片是6月16號發生在北京的荒唐事件 這個中國博主在6月17號禮拜一放出來之後 晚上這條影片被刪了 那6月18號早上又有其他的網友接力了擴散這條影片 而一些網易的中國平台也開始在講這件事情 那這個事情是什麼呢? 一個北京的大媽開著自稱是有外交豁免權的外交使館的車 所以他就大啦啦的停在馬路正中央 造成交通堵塞 但是其他人看到是使館車全部都避而遠之 只有這位中國博主大義凜然的上去跟他辯論 但是後續公安怎麼處理? 這個中國大媽、北京大媽有沒有得到相對應的懺罰? 不得而知 按理來說這個事情應該要上頭條新聞了 對吧? 你閒想看今天台灣哪一個市長的兒子 或是台灣哪一個官員的兒子敢這樣子 或是官員的老婆敢這樣子大大大的 上全頭條 但在中國現在沒有這件事情 沒有熱搜 目前為止 未來會不會上? 還不知道 可能等他八小劇本之後會上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完整的影片吧 周末準備出門和家人吃個飯 怎麼這麼躲? 逼得白車都掉頭了 蛤? 還是個使館車? 誒哥們 使館車就能隨便停是吧? 使館車就能停在堵在人家門口是吧? 使館車就能堵在門口 人後面都走不了是吧? 有你這麼停車的嗎? 停不了去哪? 你 這要我倒露 使館車我倒露 是嗎? 好 好 使館車就可以隨便停車 他還讓我 這個告訴他怎麼停車 來 你把你剛才說的話說一遍 來 你把你剛才說的話說一遍 你不牛嗎? 你們不知道怎麼停車嗎? 我告訴你怎麼停 來 說啊 隨便停是吧 我今天制的就是你 打12 我告訴你怎麼停車 你這樣自己努力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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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小青龍崗 對 對 對 你這要做 你這什麼情況要做? 你們就知道為什麼這麼多台灣人想過去舔弓 為什麼台灣有些政黨想要舔弓 因為你在台灣人人平等相較之下 中國來說是這樣子 但是你在中國 你有一點統戰價值 你就可以被當成人上人 你就可以學這位北京大媽一樣 大家還記得也是上個月不久前 成都有一個自稱是什麼? 要副市長的媽媽 對吧? 然後公安出動二三十個人 還幫助這位大媽 那個大媽還打了農民工 還叫她賠錢 最後不了了之還逮捕那個農民工 你說這個事情後來也被壓住 也不了了之不讓人去討論 不上熱搜 你說到底後面是不是 趙家仁之類的這種體系呢? 那就有網友翻出來說 哦 原來咱們中國大使館的車牌是可以買的 會不會太誇張了? 說什麼呢? 外交特權啊 你買這些車啊 確實就有外交後免權哦 然後還有網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個交通法 第14條 第一項 有關主管部門 確保使館人員 其共同生活的配偶 和未成年子女的人生 不受侵犯 不受逮捕或拘留 對於外交車輛 不得收查 徵用 扣押或是強制執行 哎呦 難怪這位大媽這麼有底氣 我想說 外交豁免的這個車牌 中國是合法可以買的哦 那你中共政府是不用藉路去調查一下 這個事情到底是怎樣哦 那就有網友揪出來 這輛車 323開頭的 是屬於什麼呢 亞太空間合作組織的車牌 是國際組織的車牌 那裡面的秘書長 就是長這樣 上面這個穿紅色衣服的 其實你從這個髮型輪廓 一樣貌 就是完全一模一樣嘛 連那個製的位置都一樣 製這個就不好模仿了吧 對吧 難怪他有這麼大的底氣 難怪有這麼多 舔空的台灣人想過去當人像人 我們還可以看到有人 確實在賣大使館的車有沒有 新出兩個大使館車牌控標 一個可上價格在60萬人民幣以內的車輛 另外一個上價格在100萬以內的車輛 機會難得先訂先贏 這個是合法的 好 如果在中國是合法的 那其實一般的民眾買到這個使館的車 那他可以一樣有外交貨免權嗎 你們這個都講不清楚耶 然後還有很多中國網友昨天 這個事情還沒有被壓熱搜之前 他們就在搜323到底是哪一個國家 然後有些網友說應該是非洲什麼國家 然後但是有些小朋友出來打擾 他明明就不是非洲國家 好 那問題就來 為什麼搜尋一個政府機關的東西 要這麼的困難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每當你們要搜尋 中國的什麼相關事宜 中共相關政策 相關福利的時候 都要找非常久 然後才找到一些看似很模糊 模糧可的答案 你不像在美國 像在台灣一收政府的命令 一收相關的福利 直接就收到 你們想過到底是誰不想讓你們 這麼迅速的了解真相 讓你們提出一些是是而非的政策 然後你們可能 每次找資料要找二三十分鐘 找一個小時要翻好幾頁 為什麼呢 這不是又跟防火牆一樣嗎 OK 我也是防火牆 但是 雖然我法律上訂這個翻牆是違法 但是我也是真心之眼閉意之眼 那就看你們自己有沒有那個能耐 可以到外網找到正確的答案 你們中國國內一樣啊 我的政策訂出來 你們有沒有那個本事 看懂我這個法到底是寫什麼 有沒有本事 看懂我這個福利到底要怎麼去領取 那這件事情後續到底會怎麼發展呢 嘿 中國官方 中國政府 中國警察單位 全部都沒有說清楚 講明白 而且過了這麼多天 看來 又要跟上個月成都副市長的事情一樣處理啦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晚上還有一支在講 我找到了 五個台灣網紅 還有台灣人 被統戰的實質證據 晚上記得來看 掰